7月18日,有一位名为安破1的女网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控郭麒麟,并曝光了两人的聊天记录,虽说曝光的聊天记录截图很多,不过除了最前面几张图片,其他大多都是两人间的正常对话,像是小情侣之间的调情日常,可以看到安破与郭麒麟在7月11日凌晨在上海一家酒店约会,女房本来已经离开了,是在郭麒麟的主动要求下再次返回,一男一女两个成年人特地在深夜约酒店,目的是什么不用多说,而接下来的都很正常,像是喝酒,夸赞郭麒� 安破表示7月18日是她的生日,她提前就跟郭麒麟说,要她到时候记得给她说生日快乐,郭麒麟倒是没忘记,但是因为没有卡点,遭到了安破的指控,你不喜欢我卡点不到位,看后续,两人现在应该是已经互删了,这在她眼中,就是男方前后两幅面孔,发生关系前热情,发生关系后就冷漠下来,但大部分网友们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份填膺,反而觉得这个锤多少有些没意思,就是普通情侣对话,但也有网友觉得,这明显就是eep,换成女明星肯定会被被狠狠羞辱一番,再加上她私底 下喝酒,还且幕后形象反差大,郭麒麟的人设滤镜也被人说崩塌,不得不说,光是这几张聊天截图确实没有说明什么太大问题,这到底是恋情曝光,还是渣男用完就丢,或是其他,还要看后续是否有心锤,也不知道这件事郭麒麟是否会回应,让我们一起期待